热巴体重在背嫌,郭晶飞抱着他喊救命,张彬彬求导演换屁身上。 由迪丽热巴和郭晶飞主演的《21克拉即将播出》,网上流出来的越来越多的花絮集片段,也是让观众们期待的搓搓手。 说起迪丽热巴,大家都喜欢叫他胖迪,而看着瘦瘦高高的他体重却成了迷。 与他合作的男明星的都曾吐槽过他的体重,抱起来更是费力。 在《21克拉》拍摄花絮中,有优务是砍价的片段,郭晶飞将迪丽热巴举高高并放到蔬菜摊上,从郭晶飞脸上不难看出吃力两个大字啊。 而花絮中,郭晶飞扛着热巴狂跑的一幕更是令郭晶飞直呼救命,太沉了。 和热巴合作过的还有张彬彬,在电视剧的拍摄中,张彬彬公主抱着迪丽热巴大喊能不能换的替身上,画面十分高效。 事后采访中当记者问到热巴在参加完奔跑巴之后有什么变化,张彬彬也是直言在泡男里吃得太好了。 说到奔跑巴,迪丽热巴同样是遭到了好男们的嫌弃呀,先是陆寒,然后是邓超,都没有举起我们的胖敌。 不仅如此,当他们吐槽热巴胖时,还被热巴捂住了嘴巴。 不过没关系,你们抱不动热巴,热巴能暴动你们呢? 迪丽热巴抱于朦胧丝毫不费力气轻轻松松,于朦胧一脸娇羞的样子是认真的吗? 公主抱王祖兰更是小菜一叠,吓得后面的郑凯都张大了嘴巴,热巴真是蛮有力MAX呀。 网友们笑称迪丽热巴是你们降得住却抱不动的女人呀,最后期待热巴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作品,也希望热巴的发展越来越好哦。